哈喽哈喽大家好 老师又重新点了一下 录一下我们回放 能够听见老师声音吗 能够听见老师声音 并且能够看到四个大字 国画学院的同学 快速的给老师回复一波数字一 能看到PPT 并且能够看到老师声音 并且能够听到老师声音 快速的给老师回复一波数字一 好看到天边的云 同学给老师回复了 今天是什么尺寸的值 老师所运用的是一张 熟轩卡纸 边缘是38x38的 边缘是38x38的一个圆卡 好那我们在上课之前 老师要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了 老师猜一猜咱们这节课 所绘画的题材是什么 荷花池里的水清澈见底 夏天荷花池里的荷叶 碧绿碧绿的 急急哀哀的 就像一个个圆盘 又像一饼饼大伞 一阵风吹来 荷叶你拉拉我 我扯着你 荷叶拖着荷花 荷花更美丽 不行 你看 荷花有的白得如雪 有的红得如霞 有的抢得开放 有的像羞答答的小姑娘 还没开放呢 一阵风吹来 荷花跳起了优美的舞蹈 有句诗说 荷花才露尖尖脚 早有蜻蜓立上头 还真是 荷花刚刚露出尖尖的脚 早就有蜻蜓立在上面了 听到老师 这大老师就知道了 我们这节课所绘画的题材 是我们的荷花 好有同学问这个买几号的笔 更好啊 是吧 老师运用的是中号的白云笔 那你如果说这张的话 你如果说你没有白云笔 你用煎蚝笔也将就 但最好是白云笔啊 那我们这节课所绘画的题材呀 是我们荷花 一提到荷花 老子脑子里啊 马上就出现了一句话 出于你而不然 着轻脸而不腰 是吧 其实自古以来我们荷花 都是纯洁的象征 纯洁的一种代表 这节课啊 我们将运用到一个新的技法 那就是我们的接染法 接染法 咱们上节课所学到的是 渲染法 撞水撞塑法 以及流水线法 那三个技法相对来说 要简单一点 那我们本节课所运用到的 这个接染法是有一定难度的啊 几个雕塑 几个调色盘啊 准备五六个就可以了 五六个啊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课程导学部分 本节课是学习莫古的一些画法 接染啊 还有一幅莫古和画的这个作品 那老师还是推荐大家呀 来上我们的这个直播回放 直播直播课程 确实有回放 但是老师呢 还是尽量的建议咱们啊 就是说多来听直播 那你当堂有问题 我们当堂就解决掉了 在本节课的这张画面里 咱们就解决掉了 获取素材的方式就是 向你自己所在班级的学管老师去获取啊 这个是需要同学们课前呀 就是去问一下我们学管老师 要一下我们本节课的一个步骤图啊 以及知识点啊 同样呢 那我们这节课的目录啊 也是一样的 先从我们的这个作品赏息开始啊 先去看一下名人名画 然后到我们的实物观察 到我们的案例分析 最后就是大家所喜欢的实操练习部分 老师用什么纸比较好熟学 熟学纸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本节 这张PPT 老师呈现了两张长卷 那我们都知道啊 荷花盛开的时候都是非常美丽的 是不是啊 非常的厄罗多姿 妩媚动人 他的这种风云啊 一向是被维瑞莫克啊 退为知己 很多画家也是寄情于他 例如清代的这种朱搭呀 石涛啊 是吧 任伯年等等等等 一直到了近代的这种 无昌硕齐白石等 一些上过这个 上到临摹课的同学啊 他们都会临摹一些 比如说张大千的荷花图 以及这个 这个叛天寿的这个荷花 他们都会去临摹 其实画荷花的这个作品 有很多很多啊 虽然说他们各个手法不同 但是啊 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目的都是一致的 就是将人类这种美好的品德啊 寄托于和联之上 通过他所表现出来 这种高尚的品格 是吧 那这节课看一下 这两张常卷呢 左边这张是吴胡帆的作品 右边这张是路易飞 他们两者啊 是师徒关系 但是风格呢 你可以看出是各自不同的 是吧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左边这张 左边这张 首先构图来看呀 他比较的简洁 比较的明秀 是吧 整个画面呢 他更加显得就是 比较的静母清零一点 吴胡帆先生啊 所绘画的荷花 特别的通透啊 咱们来看一下 和他特别擅长运用我们的 这个胭脂色和白色 也就是白粉 只是一点点的胭脂啊 来看一下这一点点胭脂 点在了呢 就点在了这个 花头这一点点 水分比较偏多 通过你点进去的这个 胭脂色 它立马就是 跑开了 和我们这个白粉 中间就串到一块了 老师好 你好 那和我们的这个水 和我们这个白粉 是不是穿到一块了 那整个表现出来的 这种荷花是风神特别 犹如唐代的一个美人一般 右边这张 咱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一三五上课 是的 一三五下午四点到五点半 我们这节课都是下午来上课 来看一下右边 路易飞的这张作品 路易飞是吴胡帆的一个土地 他继承了他的衣钵 但是呢 他又独创一致 是吧 来看一下右边这张 你可以看出 他的这个荷叶 颜色会相对重一点 是吧 老师可以用水粉颜料吗 可以 如果说你没有过化颜料的话 你用水粉这节课 先教教一下 也可以啊 其实我们在 就是在大学里面 我们有时候画一些工笔啊 确实会用到一些水粉颜料 那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这张 右边这张叶片 相对左边这张要重很多 是吧 你看整个叶片 是不是 首先他从整个画面的色彩上啊 他就比 吴胡帆的要重 是不是啊 其次呢 花头 花头所运用的这个 胭脂色 也更多了一点 是不是啊 那你可以看出 右边这张 路易飞他的作品 颜色是比较艳的 啊 花头是比左边这张 相对来说艳的啊 艳比他的师父要艳一点 但是呢 他没有流于俗媚 也就是说他显 他不显得俗 他是非常雅致的 他一点都不俗 他非常雅的一种表现 所以说 这个就比较难得啊 他是达到了 艳和雅之间的一种 最佳的一个契合 可能说你稍微再重一点点 他就变得俗了 你稍微再淡一点点 你就会觉得不太够 这个颜色给的不够 啊 他就恰好就到那个度 啊 这个是比较难得的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实物观察 想必大家都应 都应该见过核花了 是吧 那老师也是经常 就是下班的时候啊 经常在旁边的小公园呀 看到有很多的这种核花啊 那结构呢 同样的大家也都是很了解了 是吧 包括有一些同学啊 就已经学到了我们花鸟啊 学到了我们的这个山水 他都已经画过这个核花了 那首先 他是由我们的花心和周围层层包裹的花瓣组成 是不是啊 花心 他又有莲碰 又有我们的花蕊 那这一块 花心这一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把它表现出来 最难的一点 就是花头 你看上节课我们也会去画一些这个叶片呀 是吧 叶片包括花头 但是我们在画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它的这种翻卷 翻转的这种感觉 也就是说 整个花瓣给它 卷去了一点点 是吧 这些是需要我们表现出来的 那可能说有同学问了 那老师哪个该重 哪个该弹呢 不一定啊 你只要把他们两个浓蛋给它去分开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大面积的这一块 你也可以就是这一块偏重 你也可以反过来的这个背面的 老师画蓝色这块偏重 蓝色和红色 你选选一个重一点 其他的那个淡一点 这个画面 这个层次它就出来了 老师你好 你好 那这个花头啊 是没有什么可讲的 这个结构啊 大家都非常熟悉 是一层一层 这个画面一层一层包裹的关系 那右边这个叶片咱们要说一下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玩过叶片没有啊 那老师小时候啊 就经常拿这个叶片去玩 怎么玩啊 你拿着这个叶饼啊 你上下动 其实上下动 你会发现这个叶片来回的呼 是吧 它来回的动 所以说那你会发现中间这块 它动的比较幅度比较小 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周围这一圈 周围这一圈相对薄一点 是吧 周围的这一圈 这些比较薄 那所以说它动的这个厉害啊 随风舞动的那种感觉更强啊 是吧 中间这个 中间这一块 它的支撑力是比较强的 所以说那我们用颜色 再去表现的时候 中间颜色也要稍微重一点 因为整个荷叶它是往里凹的 很多同学画的时候啊 容易把这个荷叶画平啊 这是比较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我们要把它往里凹的感觉表现出来 其次啊 就是它的边缘处 你可以看一下 边缘处有一些参差不齐的关系 是吧 这些参差不齐的关系是 是你需要通过 实物观察所表现出来的 参差不齐啊 有大糊涂有小糊涂啊 是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本节课的一个案例 老师给大家打一个十字线啊 其实本节课的一个构图啊 是相对来说更饱满一点的 所以说 咱们在画的时候啊 你不要再放 再往大里画了 你要再画的大一点 其实整个画面 就会显得特别的拥堵 是吧 你一定要注意好下方的这些留白 比如说这块的留白 是吧 这块留白 虽然说它的大的空白不多 但是它小的空白还不少呢 是吧 所以说 你一定要多去注意一下 这几处的一个留白 把这些留白的这种 这种感觉啊 给它交代好 其次 就是我们的这个 花头 整个花头 它是侧面去看的 侧面去看的 其他的也就没有什么了 花头啊 这个花瓣咱们运用的是 接染法 等会儿老师带着大家呀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什么叫接染法 老师画得好漂亮啊 谢谢咱们这位同学 这上一节课 咱们讲了很多技法 讲了三个技法 如果说仔细拆分开来的话 是四个技法 那没有听第一节课的同学啊 老师建议咱们可以回过头来 补一下我们第一节课啊 因为第一节课 咱们这个牵扯的技法还相对比较基础一些 到了这节课上升了一个难度啊 怎么调色比较准 那一会儿跟着老师去调就可以了啊 跟老师去调 那这一节课 上一节课我们主要运用的是渲染法 这一节课学习到新的技法 同时运用到了上一节课的一个 这个撞水撞色法 你也可以撞水撞色啊 如果说你觉得好玩 咱们就可以撞 包括这个荷叶这一块啊 其实你都可以去在这个荷叶上 多去做一些这个小机理 是吧 老师圈的 你圈的这个荷叶这部分 哪怕说你家里有盐呀 家里有洗衣粉啊 你趁它湿的时候 你给它撒上一点啊 这个都是这样 它的这种层次啊 那种你可以在这个叶片上 去做一些机理 那右边就是我们的这个工具了 那同学们可以根据老师这上面 所提示的呀 把我们的这个工具啊 准备一下 那老师要准备切换镜头了啊 同学们准备好了 好 那老师已经把这个镜头啊 给切换过来了 能够看到老师双手 并且能够看到老师画面的同学 可以快速的给老师回复一波数字二 二 能够听见老师声音 并且能够看到画面啊 给老师回复一波数字二 好 看到有同学给老师回复了啊 悠然同学抢到了第一名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本节课咱们所绘画的就是 这张啊 所绘画的就是这张 那我们 先去调一下我们的这个颜色 刚刚有同学说啊 这个不会调颜色是吧 那没关系 那我们一会儿来调 现在来调 你现在啊 如果说手头边啊 有一个 书轩不用在画板上画画吗 这位同学你是来自哪个学院的 你报的是什么课呀 包的是是不是美术的课呀 我们这个是 我们这节课啊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莫古课 它是国画当中的一类 国画当中的一类 像是我们的美术啊 素描啊 是吧 油画呀 这些是这样的去画的 你把这个板子给它立起来 咱们是平铺着的啊 咱们是在桌面上画画的 好 那跟着老师啊 有书轩的同学啊 有书轩的同学呀 可以就是跟着老师啊 就是来绘画一下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接染法 嗯 在画之前呢 老师要先把工具 给咱们介绍了 第一个是 笔系 怎么才能让你看到 我们的作业呢 那老师可能说 咱们来自各个不同的班级啊 这对老师的难度有点大了 啊 包括你看 还有美 还有美术的 还有美术的学生呢 是吧 啊 那可能说你们教上了 老师会时常的回过头去翻看 包括你们在生活区域 你都可以发啊 你发上了 老师经常去翻的时候 哎 指不定就翻到你的了 是吧 那我们来说一下 工具啊 首先是我们的笔系 笔系里面有水 准备好清水 其次 那你可以准备 呃 四四五六个 最好多准备几个 老师这准备了四个 但是老师旁边啊 还有几个大的盘 啊 放在这备用 发到最一起 老师要看哦 那老师 那老师 尽量呢 最后再解决问题啊 可以 其实这是我们的这个工具啊 其次咱们来说一下 这个毛笔 那这节课老师所运用 花头所运用的毛笔可能说有点多啊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太白的这个 蘸太白的这只毛笔 一只蘸太白 一只蘸红色 一只是水笔 这是运用到我们这个花头上方的这三只笔 好 叶片呢 叶片主要就是一只色笔 一只稍微大一点的水笔啊 找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水笔就可以了 其次就是我们这个勾线笔 勾线笔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去勾了这个燕麦呀 是吧 咱们怎么样去勾了燕麦 要把这个燕麦勾的细一点 就是运用到这只笔 那你现在可以把你的这个 把你的这个笔啊 泡在你的笔席里面 老师可以用方形的防鼓宣卡吗 是熟宣纸吗 如果说你是熟宣纸的话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有 就是多余的防鼓宣卡的话可以 因为后期咱们是有一张啊 昙花那节课 是要运用到一个比较深一点的这个纸杖 如果说你只有那一张 你保留好 只有一张这个就是身底的 身底的这个纸啊 你可以保留好 如果说你有好几张这种 什么防鼓的啊 这个你都可以啊 咱们来看一下颜色啊 首先花头运用到的是 一是太白 二是鼠红 三是胭脂 有一包 那你用一包你可以用 有一包你可以用 因为这节课 我们运用到太白 你可能说 在你的防鼓宣卡上啊 会稍微凸显一点 老师运用的是白的 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啊 太白 鼠红 胭脂 画我们的花头 啊 建然法嘛 这两个颜色调一个红色 哎 这个太白 许相衔接 那这里老师准备了两个蓝色系啊 一个是太青男 一个是花青 两个选择其一就可以啊 两个选一个就可以 其次就是加上我们的藤黄 调出一个绿色来 是吧 再用我们的遮实色 或者说是墨啊 稍微的去中和一下里面的一个火气就可以了 就是没有内白的 你可以不用内白的 你这节课你可以用你的这个 这个防鼓的啊 好那我们把我们这个叶片的这个叶片的这个颜色放到旁边 那么先去调花头 拿出两个调色盘 一个调红色 一个调白色 其他的盘子啊 放到一边啊 首先先挤入我们的树红色 挤入一个豆粒大小 然后再挤一点点我们胭脂色 胭脂色所运用到的不多 所以说你可以稍微少挤一点点啊 少挤一点点就行了 这是我们的这个花瓣上方的树红色 按例图是吧 好嘞那形色刚刚 形色过一会儿给咱们同学放出来呢 那有同学要 那我们就先把它放出来了 好再拿出一个调色盘 挤入我们的太白色 太白色你一定要多去挤一些 千万不要吝啬 多去挤一点 可能看不太清楚啊 能够看到吗 这里面是太白色啊 那好把你的颜色都放到一边 好那我们 把你的笔啊拿出来 稍微拖一下 拿出你的这个红色系的这个毛笔 来去调和一下我们的这个红色系啊 加入大约三支 三支笔的水 先去调属红 颜色稍微多一些 你看是不是变红了 这个时候你就 你就不用太不用太去加这个 胭脂 胭脂加一点点就行啊 胭脂加一点点 因为这个属红色其实还是有点艳的 加一点点这个胭脂色 它会稍微沉稳一点点啊 调一个底色 看到没有 这个是它的这个底色 多大的纸来碗了 老师运用的是38乘38的一个熟轩卡 圆形的熟轩卡啊 这个是我们的红色啊 准备好我们的这个红色 然后接下来去调和一下我们的这个太白色 好 太白色你加一点点水就行了啊 不用加太多 但是你得调和开 上过上一节课的同学 大家都应该知道啊 我们莫古课呀 所运用到的水分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你不要吝啬你的笔上这个水呀 多去加一些水 你看把这个太白呀给它调和的 浓度稍微高一点 因为这个太白你加一点点水 这个就可以了啊 你看老师笔上水分其实非常多的啊 你看都能滴下去 好 那你这两个颜色准备好了之后 那把你的这个水笔同样的也要准备好 你看红色白色 把你的水笔要准备好啊 那我们把这个笔写放到这啊 稍微吸一点水 稍微洗一洗 好水笔准备好之后 那我们先用你的红色笔 笔度占你盘子中间的这个颜色 盘子中间颜色水分比较多啊 咱们再来说一下水分 一放下去它就能流下去的那种 你看老师一放下去 它就顺着盘子笔就流下去了 这个水分是比较多的啊 水分一定要多一点 不能够说是特别的淡啊 特别的特别的少 特别的淡 好笔度占这个颜色 笔尖轻调一点点 胭脂色放到盘子壁上 往里揉一点点 那你的这个笔尖就是胭脂色 笔度它就是属红色 学过我们花鸟的同学都应该知道了 是吧 其实这跟写意啊有点类似 那我们放大了 去画一个小花瓣 去画一个小花瓣 那这个花瓣呢 咱们就画一个吧 先错峰 桌子 找花瓣的一个形 是吧 一定要把这个尖尖给它找出来 好给颜色给到 给到这一块 给到这一块之后 水笔 水笔啊水笔 稍微的 渲染一下稍微淡一点点 是不是这块又浓变淡了 那你再用你的太白 从根部 看到没有 老师这个太白给的还比较多的 从根部 给太白色 你看有些颜色呢 你看有的这个太白碰到这个上面的鼠红了 它就熨染开了 是吧 你看这一块 它自己都碰到一起 碰到一起 它自己跑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是需要 把太白往你的 红色颜料上去衔接 你的你的水笔脏了 要清洗一下 水笔脏了 在这个纸上稍微拖一下 然后由太白往红色去接 用水笔去接 用水笔去接 那老师 我这一块已经跑了 怎么办 你可以再给它往上推一下 如果说 我实在是不够自然 那你如果说往上推 推不自然了 那你把你的笔弄干净 往下再来一点点 往下再去来一遍 其实这样它就差不多了 是吧 我们运用我们所要的就是里面 如同血丝一般 如同血丝一般 这种呢 下方这一块 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啊 你看到没有 如同下方这一块 如同血丝一般这一块啊 它这种自然流淌的感觉 老师现在画哪一片 可以用笔标注一下吗 老师现在就是在讲技法啊 没有说是画正式 正式的这个稿子 没有画正稿 老师是在讲技法 好 那我们这个是接染法 那我们接着往下 再来画一遍啊 再来画一遍 因为这个技法相对很多同学来说 是有一定难度 你一定要把你的这个擦笔纸 擦笔纸时刻准备 时刻准备在旁边 首先先去用你的这个红色 笔度充分的占上红色 笔尖轻挑一点点啊 笔尖轻挑一点点你的胭脂色 揉进去 这个时候可以迅速果断的 就把我们这个花瓣上方这一块 给它画出来 边画你一定要边去找找心啊 你这块你在画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找一些参差不齐的关系 完事之后用你的水笔 水笔啊 沾一点点清水 然后把这个颜色稍微的往下 衔进一部分 你看笔脏了 稍微擦一下 继续 好 完事之后用你的太白色 从花瓣的根部往上去衔接 大笔出的给啊 比如说我给到这儿 是不是啊 两个颜色还没有衔接到一块 中间还是有一点点小空隙的 这个时候用你的水笔 从根部太白色 往红色的地方衔接 你看老师衔接了一块 这块比较自然 是吧 你再擦一下你的笔 水笔脏了 这块对你的水笔要求啊 是比较高的 不然你上去一笔 它就有红色 你再往下的话 这个颜色它就脏了 擦一下 接着再往上 再擦一下 再往上 比如说你的你的这个水分 比较偏多了之后啊 它这一块 它会有一些自然而然水分流淌的 这种感觉啊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接染法 接染法咱们来说一下啊 咱们这个颜色啊 没有说是做硬性的规定 说是必须颜色放多少 必须颜色放多少 没有啊 擦笔纸用的生圈熟旋 生圈 生圈的擦笔纸 熟旋是做不了擦笔纸的 颜色大约给到三分之一 这个太白色 大约给到三分之一 中间啊 就是我们水笔的这个 水笔在中间衔接 水分多了啊 这个纸啊 其实可能说是没有 没有特别的特别的数 就如果说你水分多了 其实在中间这块 它会如同小雪丝一样 哎 给大家看一下 它会如同小雪丝一样啊 这种自然流淌的这种感觉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跟小雪丝一样的 自然而然流淌 等它干了之后 这一块就会有一个油浓 刀弹的过渡 啊 你接着你看这一块 这块它就有一些 小雪丝一样的感觉 看到没有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接染法 这节课运用这个技法 对咱们来说 是有一定难度 慢慢来 不着急 其实你掌握好 这一个花瓣 你依次类推 依次类推 整个其他的这个 其他的这个花瓣 咱们也是能够花出来的 怎么不白呀 因为这个纸张是白 白底呀 因为纸张是白底 所以说它不白呀 好 那我们把这个盆啊 往旁边挪一挪 那咱们就开始正式 画我们的这个 画我们的这个画了 老师腌制和什么颜料啊 配的 腌制上面是腌制加薯红 薯红偏多 腌制少 下面是太白 太白色啊 下面是太白 为什么不白呀 因为我们运用的是 白色的纸张啊 白色的纸张上面画我们的这个 画我们的这个太白 它不是特别的凸显 好 跟着老师啊 把我们的这个位置啊 稍微去定一下 首先整个画面 它是比较饱满的 是吧 刚刚老师给咱们这个案例图 也是看出来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整个花头是比较大的 左边大约和这个 和这个纸张啊 和这个纸的边缘 大约在五个纸头 五个纸头这个地方 片中间啊 那我们把这个 左边的十字线啊 十字线给大家打一下啊 这个不是直线 把我们这个十字线给打上 好 那我们这个十字线 基本上你看打上了 是吧 咦 怎么没有了呢 怎么回事 刚刚怎么没有了呢 那么把这个十字线 给打上 方便我们定位置啊 好 那我们把这个十字线 打上了之后 你可以根据这个 左上方的这个画面呀 把我们这个构图稍微定一下 那现在拿出铅笔来 跟着老师啊 也可以稍微定一下 咱们啊 这个造型你不需要太拘谨 你造型你越拘谨 你画出来的就会稍微的 就是没有那么的放松 你一定要自己啊 稍微找一找这种 自己去找这个造型的 这种放松的感觉 不然你画出来的就跟公比似的 这个边缘啊 勒得特别的紧 首先咱们这个画面 大约四五指就行 左边这一块 这个点一个点 这是我们这个花头 花头最右边的这个点 那我们来找一下 花头最左边这个点啊 大约啊 在这个七指左右 七个指头 左右这一块 在这个点 在这个点呢 左下方 左下方 定一下这个点 定一下这个点 这两个点 就是哪两个点 这个点 这个点 和右边这个画半的 这个点 老师点的是这两个点 然后花半的最上方 大约也是五指 花 整个画面的边缘 五个指头 这个地方 是吧 你看 是不是左上方 它的一个左上方 就是这个点 好 那我们这个左边 就不需要定了 把花心定出来 把花心的位置 定出来之后 我们就知道了 花心大约是在 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在这个 左边这个点的 四个指头左右 就这个位置 好 那花心老师 刚刚点的是这个点 最上方这个点 老师定的是 这个花半的尖尖 老师就定了 一 二 三 四 这个花心 这个最左边点 这个最 这个最右边点 这个最左边 这是最上方 这个是花心 好 那这个叶片呢 基本上就是围绕 它去画的 那我们这个叶片的形式 比较好找的 这一块 注意下留白 是吧 基本上就是围绕 这个花头所来的 好 那我们现在啊 运用刚刚我们 所学到的这个 技法 我们来画一下 这个花头 花头呢 那我们就从最左边 这个花头画起 从左往右推的话 不然你从右往左的话 容易擦 你看是吧 你容易很容易擦掉 那老师就把这个点啊 稍微擦一下 因为不然一会儿 画完了这个点 就非常明显 稍微擦一下 大体能够看出来就行啊 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把你的这个颜色 老师这儿啊 多准备了一张纸 用来垫我们的这个颜色 这样你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 什么时候蘸水 什么时候蘸颜色 是吧 那我们这个 这个泥雕 准备好 这顺带的就是擦一下 我们这个擦笔纸了 好 笔度充分的 蘸去红色 笔度啊 全部啊 把你的笔上啊 全部蘸去这个红色 一往下 颜色滴下来了之后 笔尖稍微轻挑一点点 轻挑一点点你的胭脂色 轻挑一点点稍微揉一揉 给它揉进去 这个花瓣呀 它是带有了一个翻转 这个花瓣是这样翻转的 这样 这样翻转过来一点点 啊 然后在画的时候 先去画翻转的这个花瓣 翻转的这个花瓣重一点 里面的这块相对淡一些 那这个咱们主要就是运用到的 渲染法了 好 把颜色须笔入进去 摁下去 提起来 须笔入摁下去 提起来像什么 像不像画我们的这个 兰花 把兰叶的这个汤度 然后从你的边缘往外去染 边染呀 你一定要边去找一找 它的这个外边的这个形啊 好 这是一个反半 那我们这个正面的这个花瓣 一会儿 一会儿去画啊 那我们先去把这几个重的画完了 依次往右 递进 递进这个它就是比较 比较完整的这个花瓣了 笔尖轻挑一点点 轻挑一点点我们的胭脂色 好 从你的花瓣上方给色 花瓣上方给色 边给色 一定要边去找一下它大型 给色 给的不要太均匀啊 让它有凸 有凸有凹 找一找它的大型 这个时候水笔 水笔发挥作用 往下带一点点 你看往下带一些是吧 它就由弄到弹了 好 带完了之后 用你的太白 充分让去太白啊 花瓣的根部 往上给太白 好 给上太白之后 水笔 水笔 由太白 往红色上 去过渡 由太白 往红色 去过渡 边过渡 边擦一下啊 因为你的这个 因为你的这个水啊 笔上水分 已经脏了 这是水笔啊 笔上水分 已经脏掉了 往下去过渡 你看中间这块 它会有一些 如同雪丝一样的 流淌的感觉 下端 它是太白色 这个水分是比较大的啊 其实老师 老师要稍微一抬这个太白 它都能流 所以说这个水分 要控制好 好 依次往左 往右 往右来 这个花瓣呢 比它要稍微高一些 笔度同样的计法啊 笔间轻调一点点 好 去笔入 给大笔处啊 好 给到这 你看老师水分 是不是特别多 然后水笔往下 这个两个花瓣碰到这一块 两个花瓣碰到的这一块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看老师水笔 老师的这个水笔脏了之后 要及时的清洗了 是吧 同样呢 把你的这个太白 由底端 往上去给 大面积的给 接着往上 先接 比如说 哎 老师 我觉得这个水分 有点太多了 我衔接不好 没关系 你就让它自然而然的 在里面流淌 比如说你这个太白 过度上去 有一笔特别突兀 你可以稍微 从上某下 再来一笔 中间这种 如同雪丝一般的感觉 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没必要说是 这个 跟工笔画一样 非得说是颜色啊 油浓倒弹过度的 特别均匀 没关系 其实莫古画呀 你看到没有 它的这个线条 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 在我们的这个 卸和六法论啊 七月生动 古法用笔 硬物相形 C6无彩金 未止 武传英摩鞋 等等等等 这我们六法论 提出了之后 其实就对我们的 莫古画 起到了一个阻碍的作用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六法论啊 同样的道理啊 先去占我们的这个 先去占颜色 因为六法论 它所强调的 是我们的线条 也就是第二点 无法用笔 然后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莫古画 恰恰 它就是运用颜色 所以说 就会对我们的这个 莫古画 起到了一个 就是没有说是 帮助作用吧 起到了一个阻碍的作用吧 同样的道理啊 把这个小小小的画出来 我那个时候啊 到现在 其实莫古画呀 大家知道的很少 其实运作品的莫古画 非常的漂亮 如果说 特别喜欢我们莫古画呀 可以 和下眼去领摸一下它 好 给 你给水笔画上去 你也不要就是太齐平 水笔你画上去 太齐平的话 那就跟 跟那个那个 就画那个程序一样的 就跟那个 这个 就跟那个 一加一等于二似的 是吧 就是会出现两条线 一条线是色笔的这条线 一条线是水笔这条线 好 及时擦一下 其实擦一下 咱们现在所画的这些 都是比较重一点的花瓣 都是比较重一点的花瓣 好 那这是前面的比较重一点的花瓣 还有右边这个啊 右边这个 你看到没有 老师 其实这几个 这三个 基本上都是三分之一的颜色 三分之一的红色 三分之一的白色 三分之一的这个水笔 所发挥作用的地方 那我们右边这个花瓣呀 就不要这样了 右边这个花瓣 咱们就给一点点的这个 给一点点的红色 这个你就可以不用 慢慢的往后 你就可以不用去 加上你的这个 腌制了 你腌制所运用到的比较少 这个时候你就红 这一块 自己去找形啊 自己去找形 给一部分 给一点点 其实这个花瓣比较长 然后用你的这个水笔 往下稍微一饮 一饮之后你看 一擦 它这个颜色 它就是有脏的 是吧 一擦 然后觉得自己笔上水分 太脏了之后 你一定要稍微洗一下 稍微一擦 是吧 那我们这个太白 给的面积就要多了 所以说你的笔上啊 水分要稍微的多一些 然后由根部啊 它是这样去走的 它这样去走的 就是说由根部 往上给色 给太白给的颜色比较多啊 好 到你的水笔了 因为老师这张用的是 白色的这个底色 那你 那你这节课 如果说你有 这个防骨纸张的话也行 那防骨纸张的话 你的红啊 要稍微加一点胭脂 因为它比较吃色 如果说 我这块不自然了 你可以稍微往下 从红色往白色这块 一过度 其实这个颜色 自然而然 在中间这种 晕染的感觉 它就会更多 它会自己的去流淌 这个后期 我们还可以去调整啊 白色花瓣和白色花瓣之间 流水线吗 流水线 都流水线 只要两个 只要是两个 两个物体 那我们中间就要流水线 你看这块颜色 基本上都已经干了 是吧 从这块往这块 这块颜色比较艳 这块颜色比较 比较淡 如果说你觉得 你的形不太好的话 你还可以稍微去找一下 多余的水分 给它 给它揉揉揉揉揉揉 拖到肩部 就打圈圈 打圈圈在里面 打圈圈 推到肩部 形状不好的 你可以自己再找一下 然后 接下来就是 下面这两个 下面这两个 花头了 那我们下面这两个 花头 同样的 你的笔上水分 要稍微多一点 因为它的面积 比它们都大 这个时候 就要稍微 蘸一点点的胭脂色 然后 由下往上去给色 去比如 好 这一块 接着是你的水笔 水笔发挥作用 你看水笔上的水分 也挺多的 好 太白 由根部 往这儿去给 给颜色 是吧 有时候还不小心 给碰到了 它就会自然孕染 你看到没有 自然而然的这种流淌 这个时候 由太白 往红色 过度 洗一下 往红色 过度 擦一下 你看这一块 它自己跑进来了 这块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 从红色 往 这个太白色 稍微来一点 红色往太白色 来一点 你看在中间 水坝的这一块 它会如同 小水 小雪丝一样 就跟你的这个 这个毛细血管 就跟小雪丝一样 它会在里面 有一些孕染 你这个花瓣 其实你可以不用的 所有的都是特别圆的 你哪怕说 有点方的感觉 也都可以 这块颜色 它在慢慢的变干 看到没有 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同样的方法 来画这个画瓣 画这个画瓣 之前 你要把这个点 稍微擦一下 因为这个点 太明显 刚刚这个点 就没有擦 看到没有 这个点没有擦 它在那 还挺明显 同样的技法 同样的技法 这个也要稍微 沾一点胭脂 它是有一个小反瓣 那我们先去 把它的反瓣 画出来 这个反瓣 比较细长 比如说 你就画的时候 抬着笔画 到这叫做提起来 这个花瓣 它比较细长一些 其实这块 在花头 老师自认为 在画花头的时候 我是觉得 没有画叶片 有意思 好 其实旁边有一个 比较偏淡一点 水分也给它冲 老师放个颜料管 在旁边做餐照 不知道大小 好嘞 也放个泰白 你看这个 这个基本上 和这个颜料管 差不多 这个这么大 是吧 比颜料管 稍微大一点点 好 那我们来画 这个右下方 你看这个花瓣 它稍微的 带了一点卷折 是吧 带了一点卷折之后 那你的这一边 如果说这边 离着这个 离着这个 离着这个反瓣 比较近的这一半 如果说比较重的话 那还能去分开来吗 去分不开了 是吧 你这一半 对应的这一面 这个颜色 要相对淡一点 然后相反的 这一块 就要相对来说 重一些 是吧 这一块重 这一块淡 所以说 给这一块颜色 给它少一点 给这一块颜色 给它多一点 好 比度 咱们这个 就不用去 沾这个 胭脂色了 水分多一点 你可以反着给 你也可以正着给 好 从这一块 往这就给色 这块 稍微 给一点点 就行了啊 稍微 给一点点 稍微给一点 然后用你的水笔 立马的 留水线啊 把这一块 预展开 然后到了这块 这块 比上水分比较多啊 给它旋转旋转 旋转到尖尖处 然后这一块 把它往根部走 走一点 不要走太多啊 你看这一块 和这一块 它还是一个 遮挡关系 是吧 这一块要 稍微注意一下 跟 怎么感觉 跟水粉的颜色 跟水粉的画法很像 有一点类似 有一点类似 但是它 不一样 但是它又不一样 有点类似吧 它的一些技法吧 是有一些类似的 好 那你把你的颜色 由根部 往上去给 往上给了之后 你看它自己在 因为老师 故意让它们 中间有了一些衔接 其实这一块 是非常自然 如果说你有时候啊 你给了颜色 特别衔接之后 你的水笔 就没必要去发挥作用了啊 比如说 老师这一块 给的颜色 我觉得我给的 就是比较好的 那我就不用说是 再故意的去 故意的再去过渡啊 什么的 如果说我给的不行 你还可以稍微的 往下过渡一下 比如说 老师我想让我的这一块 再稍微重一点 你也可以再稍微来一点点 装一点点水在里面 你的这个水笔啊 和你的这个色笔啊 你的运用是比较灵活的 所以说你一定不要 特别的特别的 小心啊 老师 我一定要把这个边啊 给它过渡的 特别特别自然 没必要 没必要 我们运用的就是 用的就是这种水的 这种特性 好 那我们这个重的画半 基本上前面重的画半 都已经画完了 但是后面还是有 还是有几个反半的 看一下左上方 左上方这块 老师还是有几个反半 在里面体现出来的 是吧 所以说这块 你一定要把你的颜色啊 直接占属红就可以了啊 反半这块 我们就用就用到 属红和我们这个水笔 就不用太白了啊 好 这块对应的上面 这个稍微的有个反半 那你这块 在用笔的时候啊 就跟画写一画一样 须笔入 按下去 提起来 是吧 按下去的时候 偏宽 提起来的时候偏细 这个时候 你要从它的边缘 往外 去染 染到下面 碰见下一个花瓣的时候 碰见下一个花瓣 再加要躲开 留水线 是吧 要躲开 好 那我们这个花瓣 它就给画完了 那同样的 这个花瓣是完 全张开的 这边有三个花瓣 有翻转的关系啊 这个时候呢 首先这个花瓣 是一个花瓣 它面积比较小 那你可以就是提起笔来 提起笔来给一点点 用你的水笔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啊 不要碰着它 这个颜色稍微一过度 那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和这个 和刚刚画的这个挨得有些近 挨得有些近啊 挨得有些近呢 你一定要稍微避开一下 沿着这个画瓣的根部 往下去画 你看它是是不是 它是带了一些弯曲 所以说 咱们在里面画的时候啊 你看渲染出来的颜色 是不是非常漂亮 可不可以它带过去 就是一个油浓到淡 这就是渲染法 那画到我们最顶上这个画瓣了 最顶上这个画瓣呀 擦一擦 把这个刚刚老师画的 这个铅笔的这个印啊 给它擦掉 铅笔印给它擦掉 忘记擦中间这个了 你们一定要记得擦 擦掉 基本上擦掉 同样的 这个 续笔入 重案 清题 其实这就跟我们的这个画 协议啊 真的是非常像 然后旁边 一定要不要趁它干了呀 你要趁湿去 染开呀 是吧 好 那我们这几个反半呀 就已经画完了 反半就已经画完了啊 那么 后面这几个 比较偏 淡一点呢 我们就不用这个 就不去用 我们的这个 胭脂色了啊 直接 用我们的这个 鼠红色 往里面加水 先把鼻息里面的 洗干净 或者说是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刚才调的这个颜色呀 你倒出去一点 或者说你可以倒出去一点 或者说你可以多去加点水 你看老师多去加了一些水 这个颜色比较淡 特别淡 你可以在这一块看一下 这个颜色比这个颜色淡 如果说你觉得还不行的话 你还可以往里加 是吧 这个颜色是比较淡的 好 那这个颜色完事之后啊 调比度充分的占满 那么之后 你这一块可以用接染法 你也可以用渲染法 那看同学们自己啊 那老师这一块就运用到渲染法 那咱们就不用太白了 是吧 就不用太白 就把它放到旁边就可以了 不用太白 直接用它来渲染 那你这个颜色给 给 给到这一块之后 你看这块是边缘参差不齐的啊 很多同学容易给到哪 特别的平 这样是不OK的啊 这样你画出来的是比较死板的 你一定要找一找参差不齐的关系 完成之后 进一点点颜色 往下走 擦一下 进一点点颜色往下走 擦一下 这就是在后面的这几个花瓣了 是吧 就说我们就 不需要那么的重 画到中间这块的时候 中间这一块 它是我们的这个脸碰的位置 这个颜色 给 给色 给到 愿意给多少 给多少 不要全部给它平涂就行了 好 流水线啊 流水线 水比脏了 及时洗一下 因为你看到没有 老师 基本上 就我的周围啊 就绝对会有一个擦笔纸 要不然我的比脏了我都不知道要去哪擦 是吧 你看这块颜色是没有重的 是吧 感觉这个反半没有说特别重 那你回头还可以提 好 这个颜色给一点 好 画到中间这块一定要抬起笔来 这块是脸碰啊 中间比较圆鼓鼓的这一块 这一块是脸碰 好 那我们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一点点就行 好 把这个脸碰给它流出来 上面这个花瓣啊 上面这个花瓣 你一定要再去加一点水 把它调的再淡一些 好 那你的花头啊 基本上就已经画完了 这一块你看似比较重啊 它的颜色是比较淡的 这一块你看似比较重的 它干了之后 它相对来说淡一点 好 那我们这个花头啊 其实没有说什么过多的一个技巧 就是接染法和渲染法 接染法是有点难度的 接染法是有一点难度的 那我们退远了 来看一下 其实退远了 你可以看出 清楚的看出这一块 是这个血丝一样的 血丝一样的 这种感觉 是不是 还有一个呢 还有这个 是吧 那这个 那我们可以给它画上 这个技法呀 非常的简单 这个渲染技法 那不提醒 差点就忘记最左边这个了 好 那你这个画半给画上了 是吧 咱们等会去看一下 它的这个反半和你的正半 颜色对比出来 出来没出来 没出来的话 你还可以通过血丝的技法 给它找一下 好 现在啊 我们来画一下叶片 叶片呢 你可以看出 叶片在这一块 它是产生了一定的卷折 是吧 它翻上来了 这一块 那下端基本上就到这 下端是到这的 是吧 那上端你自己可以随便去画了 只要有一点点留白就行 凹凸不平 可以自己去找一找 是吧 最左边这一块 你也可以稍微找一下 这个叶片还是比较简单呢 叶片它的这个造型 是非常的简单 那么这个花头呢 它比较难的技法 在于前面这四五个花瓣上 五六个花瓣上 太美了 那我们还没有画完呢 其实这样的一个效果 可能说同学们画出来呀 不要着急 那当我们画上脸碰 画上花心就出来了 好 那现在啊 你可以拿一个你的调色盘 红色放到一边啊 你可以拿你的这个调色盘啊 把你的这个 红色的笔 水笔都洗出来 洗出来放到旁边 拿出你的叶片的这个笔 好 挤入一点花青色吧 老师我的花头花太大了 叶色都放不下了 之前老师在案例分析上就给咱们说过呀 是吧 就跟咱们说过 说花头啊 你一定要控制好大小 好 那你没关系啊 下个画的时候稍微注意 挤入绿豆粒大小的花青 你也没有花青 你也可以用太白 或者说你喜欢太青蓝色 啊 没有花青 你可以用太青蓝 说说错了 说太白 说太顺嘴了 那你可以挤入 你也可以用太青蓝 你也可以用花青 都可以 啊 那老师两个都挤了 都可以 到时候啊 你需要什么样的颜色 你可以往里面撞一点点 是吧 然后把这个藤黄色 多去挤一点 你的藤黄色啊 多去挤一下 不要吝啬 好 那我们这个颜色 基本上就调好了 然后再拿出一个盘 加入一点点的折势色 加入一点点的折势色 好 那我们先去调这个绿色啊 这个绿色会有火气 实在不行啊 你拿出 你拿出你的这个 这个墨汁啊 加一点点墨就行 好 加入一点水 这水啊 带点红色是没有关系的啊 好 先去调和藤黄 把藤黄完全的调开啊 然后这个时候 你可以去加你的花青 或者说是加 你的太清兰 放进去 这是不是我们 经常所运用到的 叶片的颜色 那它火气是不是非常大 你看这个绿色 你看这个绿色 颜色真的是特别的艳丽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 加入一点点的折势色 加入一点折势色 盘子闭上往里去调 那老师喜欢 偏重一点的 偏蓝一点的 老师就多去调和一些 太清兰的颜色 你看这个颜色啊 它是比较厚的啊 它没有说是水特别多 特别稀的感觉 你看这个颜色 是比较厚的一种表现 好 叶片调好了之后啊 你这个时候花青 这个太清兰的颜色 你可以放到旁边 这个时候 笔度充分的占去 笔度充分的占去 你的这个 这个绿色 然后笔尖啊 你可以稍微揉一点点 你的花青进去 从这个画瓣 或者说从这个画瓣的下方 这个画瓣下方面积比较小 咱们相续画面积比较大的 中间这块啊 它是有一个 小小的叶芯 你先把这个叶芯给点出来 就放一笔 放在这就行 放个椭圆状 颜色不要太深 老师是A4纸嘛 老师 老师运用的是熟宣纸 熟宣纸 好 你把这个颜色啊 如果说火气太大 还是再去加一点 折蚀或者说淡漠 然后 你看水分比较多 是吧 它都能低下去 这个时候 你从你的 这个 内部啊 内部往外 去铺 大面积的去用笔 好 你用笔啊 大胆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 你的水笔 你看到没有 你先去铺绿色 然后你的水笔 准备好 往外 晕染开 晕染的时候 你可以边晕染 边去找它的一个形啊 外边缘 其实没必要说 是把这个形 找得特别具体 没必要啊 没必要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是在哪啊 是在这个 花瓣 和叶片的 这个交接这块 你一定要小心 这是我们需要 小心的一个地方 外边 里边小心 外边放松 一个 松与紧 好 那你先去画啊 因为这个水分比较多 那你越画到 右边 那你的这个颜色啊 可以相对来说啊 淡一些 大面积去铺就行了 大面积铺 先平 先去大面积铺 完事之后 你再去找里面的层次变化 大面积 你看大笔出的 哪怕说你有一点点柔笔在里面 边缘 边缘不要太平啊 边缘不要太平 好把你的 拿掉 然后越到右边 这个颜色要相对偏淡一点 那你就多去加一点 你的藤黄色 在你的牌子壁上 多去加一些藤黄色 你看这个颜色 它会和左边颜色混合 要担心 那你画到这一块的时候 越到里面呀 里面相对来说重一点啊 小心一点 花头旁边 这块还是比较小心 如果说你不小心 碰上了一点点 水笔给它写出来 一洗 它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 大面积的往外扑 这儿你水分多了 你都可以去撒盐 撒盐呀 撒洗衣粉啊 你这个盐 你可以把它调和成 什么样啊 你可以把它调和成这个 水状 你也可以把它调和成这种 就是你 你就直接撒你的实体的盐也行 你看这块 这块边缘处 它也是有一些 参差不齐的关系 这块你也可以来一点点 这块就越到边缘处 越小心一点 水分多一点 你看周围的这些水分 是不是特别的多 你的这个水分啊 是比较多的 边缘不要特别紧啊 尝试着放松一些 你可以把边缘处这些洗出来 然后 你看老师啊 把这个笔呀 洗出来 调和一点点的褶石色 褶石色水分也要多一些 笔上充分的沾满 褶石色 看到没有 边缘稍微撞进去一点 撞进去一点 不要管它 有一些地方呢 它不自然 不自然你就再放上一点水 在它的旁边放上一点水 让它自然的流淌开 是吧 比如说我这块 放上一点点 放上一点点的这个褶石 你看它自己流淌开来了 是吧 你一定要呼应 你有这块的褶石 你边缘的这个褶石 你也要带一点 你也要呼应一下 比如说这块 放一点点褶石 那我这一块装一点点 这一块还没有放上颜色 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里面的绿色给它加上 营造一种自然而然去 好的感觉 你看这也是不是一种戒染法 你都可以在叶片里面这样多去玩一玩 你看水分多了之后 叶片和褶石 绿色和红色 是不是一种相撞的感觉啊 水分偏多了它就会相撞啊 这块水分太多了 撒出来的是水珠药吗 固色呀 什么叫固色呀 固有色呀 你说 这个时候 你如果说觉得里面还不够啊 我可以装一点点这种太清蓝呀 是吧 你可以在你的 这个颜色的基础上 趁它湿 如果说不够湿的话 你还可以稍微的 边缘 从边缘放了点清水进去 洒出来的是水珠药吗 你说这个盐呀 盐洒出来的它就是那个 那样子的感觉 可以调和一点点我们的这个太清蓝的颜色 往里去撞 往里去撞 撞上了之后 你会觉得 不够自然是吧 稍微把边缘 稍微一揉 运用你的笔啊 稍微一揉它 把这个颜色揉进去 揉进去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叶片里面的颜色 中间的颜色还不够重 多去放上一边水 把叶片中间该种的给它种下去啊 但是从这边到这边 它是一个油浓到淡的效果 你可以在里面去做一些激励 比如说你的水分大了 你稍微斜一些 这个颜色它就会有一些流淌的感觉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整个画面啊 它是风景关系 它都是相互照顾的 是吧 相互照顾的 好 那我 那我现在啊 要把这个反面的这个叶片 给它画上了 来晚了是吧 不要紧啊 那反面的叶片 咱们就要多去加一点这个藤黄色 把这个笔洗干净 通过这个边缘的这个绿色 加一点藤黄色进去 调出一个比较偏嫩绿的颜色 嫩绿的颜色 先把这块平铺 平铺平铺完事之后 你可以在里面去撞一点点 我们的这个 开清栏 上一节课我们学到的撞水 撞色是吧 咱们现在啊 撞的是颜色 等一会儿啊 我们还可以去撞一点点水 比如说这一块 这块你看 是不是 它这个浓淡 它这个水分比较多 它自己就晕染 但这块相对来说干了 干了之后 你还可以稍微再去来一点点 这个颜色不要太重啊 淡一些 如果说你想在左边找一点层次 恰好它干了 你可以再去来一点点颜色 里面重啊 外面淡一些 尤其是越到了右边 你这块可以装一点水进去 你看 是吧 你可以装点水进去 你都可以 你看 装一些水进去 它就 这装点水进去 它这块就变白了 是吧 老师我的叶子变成一个大圆圈了 咱们这个叶子 它是产生了一点点卷着 这块产生了一点点 你看里面的颜色重啊 等它干了之后 它的这种 你看这种 水的一种浴染呀 是非常微妙的啊 那这个时候有一些细节啊 你就可以稍微修一下 比如说这一块 是吧 里面的这个细节 我可以修一修 花瓣与叶片 接触这块 我可以稍微修一下 你要有放开的地方 同样的你要有收紧的地方 是吧 细节你要找 也就是说水线这块 叫自然 好 那你的这些细节稍微找一找就行了啊 你看中间这周围的都是有留白 用水笔收嘛 你可以用水笔 你也可以用色笔 用水笔的话 如果说你觉得这块太突兀 你可以用色笔去收 你看这块水大 大的它都可以流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块你都可以自己去调 边缘处稍微放松一点即可 中间重 越往外 花越淡 那你有时候你用的多了之后 你还可以 再稍微再去滴一滴 是吧 滴一滴 让它自己去运 不管它 让它自己去 让它自己去运 自己去找 让它自己去跑 跑这个形 好 那我们来画一下下方的这个叶片 这个枝干 那么这个枝干 你在用笔的时候啊 把你的这个叶片的这个 画叶片的那个色笔拿出来 占取你的颜色 多去调一点这个藤黄 调一个绿一点的颜色 中锋行笔 中锋行笔 然后 笔上水分多一点啊 中锋行笔 稳一点 稳一点画出来 笔上水分多给它吸掉 然后 然后再去加一点水 画我们的这个叶片的这个 两个不要平行啊 这俩不要平行 好 多余的水分啊 给它吸出来 看到没有 画这两个枝干 然后 拿出你的勾线笔 勾线笔 我们要通过画叶脉的一个 画这个蓝叶的一种方式啊 把这个 小水草给它勾了出来 这个这个地方啊 你的这个颜色可以相对来说 厚一点 但是不能太厚啊 不能太厚 然后刮一刮 水分 跟画 跟画蓝叶一样的 咱们是有一定提案的啊 很多同学可能还不知道提案 咱们来说一下 提起来 你去画的 提起笔来 你的这个笔啊 只用笔尖去画 很细是吧 按下去 把笔按下去 线条是不是粗 也就是说提起笔来 按下去 提起来 是不是两头细 中间胖啊 是吧 那你就要用这种的 虚笔入 提出来 虚笔入 这样的一种感觉 去画我们的这个蓝草 好 那咱们先从根部去画啊 就跟画你的蓝叶一样啊 那你反面的这些笔断一连的感觉要表现出来哦 这就是跟我们的这个 写意有一定的关系了 是吧 中间这块要连起来 没有连起来的话 咱们主动的 给它连起来 然后上方越到上方越细 出带 是吧 咱们下方也可以来一个 好 左边这块 它有两个 此处应有掌声啊 这个相对来说 咱们会觉得有点难啊 相对来说 如果说这个体案方面啊 如果说没有接触好的同学啊 咱们还可以稍微再去练习一下 就跟画蓝草一样的 去画出我们这个小水草 多余的水分你可以给它吸出来 然后旁边还有这个浮瓶 浮瓶也是比较好画的 颜色淡一些 多去加一点水 然后把这个颜色放到这 成个剪刀一样 你就把它放到这就行了 两笔 这两笔啊 来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两笔就是 须笔进去 把毛笔放下 它是不是这个形状 在毛笔放下 这样就可以了啊 但是一定要把这个颜色 多去加一些水 你看 稍微量 三三两两的画一点就行了 三三两两的画一画 这是我们的这个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叶片啊 你想想啊 咱们这个枝干上啊 它还是有一些刺的 所以说你可以再去调一个 相对重一点的 这个相对重一些的 再去点点次 是吧 这个就是书密 不要点太多 越到下方越少一点 点上我们的这个次 你就把笔落下去就行 没什么难度啊 这个 是吧 三三两两的给它落下去 这个颜色比较湿 它看起来比较重 等它干了之后 它就淡了 好 那我们来画这个花心 你看这个花头 基本上都已经干掉了 是吧 来画这个花心 这个时候藤黄不够了 可以挤一点点 我们的这个藤黄色 那这节课可能 叶脉啊 带着大家 顾不了了 因为这个叶脉啊 还是比较湿的 这个叶片还比较湿的 先去平涂 把脸碰的这个造型啊 给它涂出来 包括它的身体 给色直接平涂 给色是比较简单的 是吧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等它稍微干一干 稍微干一干 去上面画这个紫 挑一个比较重一点的绿啊 加一点点我们的这个褶色色 好 你就等它干了之后 在这中间啊 去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小点 加这个点的时候啊 把笔放下去 你就把你的毛笔 稍微藏下风 放下去 放下去了之后 回头 拿你的这个 比较偏重一点的颜色 在上面点一个点 就行了 小点点吗 是的 这个脸碰的点 因为咱们画的比较晚啊 你就要等它稍微干一干 再去点它 三三两两的稍微点一下就行了 再三三两两的点一下 然后给它竖着再去来来几笔 现在是没有干啊 没有干 它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往外散开 没有关系 等你干了之后 你还可以稍微的一提 稍微的再把这个重色 再给它竖着来一笔 就跟老师刚刚所画的这一块一样呢 把这个点给它点上去 竖着再去来一个小点 好 包括我们这个花丝啊 我们这个燕麦呀 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这个太湿了 太湿了 拿出我们这个纸 来老师来告诉大家 咱们这个燕麦 它是成怎么样的一个形状 那老师用这个 比较偏重点的这个颜色啊 这个燕麦啊 它是这个样子的 调整一下笔件 调整一下笔件 钉头 钉头 鼠尾勾 它是这样勾出来一个线条 然后旁边生发两个 然后 然后再往旁边去生发 懂了吗 左边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 它是这样去勾的啊 那我可能说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夜心 是吧 有弹性 钉头 数位 钉头 数位 就够了 你的线条啊 不要太慢 你看老师这个用线都是相对来说快速一些的 是吧 快速一些你的线条弹性会更强 好 你就这样去勾了啊 这个燕麦啊 它是这样涨的 分叉也是钉头嘛 你可以用钉头 你可以用这个钉头数位 咱们来讲一下什么叫钉头啊 可以看出你看老师的这一根线条 你看在起笔的时候是不是相对宽一点 收笔的时候是不是细一些 那钉头就是钉子的头 你在画钉头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就是 你把笔 调整一下笔方 你把笔放下去了 你把笔放下去了 你的这个笔尖是处于一个 处于一个这个地方 处于中间 你的这个毛笔笔根是处于这个地方 笔尖是处于一个这个地方 是吧 那你画的时候 你的笔压下去了之后 要稍微往上抬一抬 然后往下去用笔 慢慢的去给它虚掉 这像不像钉子的头 老鼠的尾巴 是不是啊 老鼠的尾巴 是不是啊 压一下 对压一下 重点是你要回来一点点 你要你的笔是这样的 压下去是吧 你要稍微的回来一点点 回到中间 然后再往下去用笔 这样你画出来的这个钉头可能会这样 如果说你要不回的话 你画出来的钉头是这样的 是吧 你要回到中峰上去 你回过来 你回过来 你画的钉头是这样的 是吧 如果说你不回呢 画出来的钉头是这样的 懂了没有 你要稍微的往回勾一下 这是我这一块 然后鼠尾呢 就是老鼠的尾巴 就虚虚的给它虚掉就行了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你 你没有说是非得用 钉头是位 你也可以用这样的线条 比如说 比如说我这一块啊 我这一块在就画的时候 虚比入 虚比出 可以吗 可以 虚比入 虚比出 可以吗 可以啊 不一定是非得钉头是位 不一定啊 那比如说我要画一个这种呢 我要画一个是吧 虚比入 虚比出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也可以 虚比入 虚比出 虚比入 虚比出 都可以啊 这个燕麦啊 它的特征是这个样子的 它的特征啊 它的特征是一根上 分两根 两根上面继续往下分 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燕麦 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花心 花心部分是需要我们注重一下的啊 你看花心 你看老师放大了 因为老师那 刚刚画的那张没有干 你看 等它干了之后 咱们去点这个 去点这个紫啊 把这个颜色 把这个颜色给它 放下去 是吧 放下去 之后 拿一个重色 在上面一点 画出这样一个子来 然后 你花心 这个 这个是花 花蕊 是吧 花蕊 我们的花药 在画的时候 你要三三两两的 三三两两的是吧 多一些交叉感 然后点花蕊的时候 用你的太白 刚刚你的太白的这个盘里 加入一丁的 加入一丁点的藤黄 这张 它干的比较慢啊 咱们在课上是没有办法 说是等它完全干 太白 加一点点的藤黄 然后 这样点上 可能不够明显啊 那我加藤黄 加的多一点 这样去点上 看到没有 有高有低的去点 请问老师是什么颜料 国画颜料 国画老师用的是樱花颜料 印章提前刻上了呢 老师印章是现成的 老师印章是现成的 懂了吗 这是我们的这个燕麦 这是我们的这个燕麦的购法 以及我们的这个 花蕊的这个点法 因为这张太湿了 刚刚老师看了一下 还没干 还没有干啊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啊 可以赶紧问一下 主要老师就没有勾这个燕麦和这个花蕊的部分 因为太干太湿了 湿了才是花不上去的 你看这张水分还特别大呢 还特别足呢 还来回跑呢 老师都不敢碰它 老师都不敢碰它 你看 一碰它 你看 一弄它还流呢 所以说尽量让它往中间跑 可以说吹温机吹干 吹温机太吵了 那在这就不吹了 老师血液化与木骨化的这个颜料不一样吗 木骨化的颜料更细一点 你看老师调出来的这个颜色 它都没有渣渣 它都没有渣渣 它都比较细腻 然后我们的这个花蕊 花蕊可以画到这儿 燕麦你就从这儿往这儿勾就可以了 往这儿就勾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晚了 这是什么纸 这是熟宣纸 熟宣纸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 本节课我们所学习到的 接染法 本节课所学习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接染法 颜色给到 大约三分之一 是吧 再给大家标注一下 颜色给到了三分之一 然后 把我们的太白 给到三分之一 颜色色笔给了之后啊 色笔给了之后 先去用水笔 水笔这块用了一会儿之后 给太白 给太白之后 太白由太白往上 去 用水笔去过渡啊 老师很 老师把案例图给我们截个图好吗 好的 那我们等会儿把案例图给你们截个图啊 老师很喜欢莫古花 大尺寸的莫古花 爱丽有吗 有 你可以去网上搜一下我们的这个运输瓶 运输瓶 网上莫古花这个运输瓶是非常多的 你可以去找一下 你可以画大尺幅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好啊 注意好你的这个颜色哪干了 哪湿了 你要及时的去画 包括你在撞色啊 撞水的时候 你要画 跑到花拌上了 怎么办洗 洗一下 你看能不能洗的掉 所以说在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你一定要小心一点 因为你的这个颜色跑到花拌上了之后不太好弄 等会儿给同学们截一下图 主要学习的 就是这一个技法啊 就是这一个技法 还有运用到的是上一届课的撞水撞色法 燕麦没有给大家勾上啊 你燕麦你可以稍微的就是截一下图 这是燕麦 圈出来吧 那这个是燕麦 这个是花蕊 花蕊在勾的时候啊 你一定要根据这样去勾 吸水纸 吸可以不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你吸了它就变淡了啊 你吸了它就变淡了 你一定要等到它自然而然的干掉 自然而然的干掉 你比如说你比如说你这块是吧 你这块它就是水分多出来的这种效果 你水分不多它出不来 你水分一多你把它吸掉 它就跟旁边这样干了之后就跟旁边这样淡了 所以说你一定要等它慢慢的干 有点听的不是太懂 有点听的不是太懂 怎么回事 这后面很简单呀 后面很简单 主要难啊 它就难在前面这几个接染 花瓣再画一下 那我找一找还有没有熟宣纸啊 再给大家画一个花瓣 这个花瓣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啊 再给同学们画一个花瓣 首先要准备好你的色笔 先把你的颜色 这个颜色已经非常淡了 然后笔尖沾一点重呢 先去给颜色 花与叶子之间留水线嘛 留水线 先去给你的红色 你看你的水分一定要多 给红色 给了红色之后 水笔 这是什么颜色调的 鼠红加胭脂色 水笔往下过渡一下 边过渡边去擦 然后再用你的太白色 太白色 你一定要多去挤一些 然后由花瓣的根部 往花瓣的上方去给太白 快衔接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完成之后 用你的水笔 水笔往你的太白这块过渡 也过渡 你看 一给它们衔接 两者就会有一种 预染的感觉 看到没有 自然而然跑的感觉 你看它在慢慢的往下去渗透 你看它在自然而然的慢慢的往下去走 看到没有 它自己在流 它自己在走 比如说我这块有点重了 是吧 你可以旋转旋转旋转到尖端 它自己中间的这块是最为好看的 中间这块 这个是随机化的吗 没有底稿吗 我们没有底稿 如果说你要想用底稿的话 就可以 就是直接用我们的这个 直接用我们的这个 这个稿啊 它自己起个形去形了 上入门课的时候 用水笔 用这个吸水纸吸的 那个颜色 它没有说是特别的那个啥 那我们这个颜色 你看 这个水分比较大 等它干了之后 里面它是比较重的 你吸里面 你吸里面 你吸了之后 它外面它就比较淡了 本来外面淡是吧 本来 外面它就比较偏淡 如果说你里面把这个颜色吸掉 它就跟这块一样 它就偏淡了 如果说你单看这块 它有浓淡吗 浓淡是有非常非常微弱 是吧 如果说你没吸是左边这样子 你吸了就是右边这个样子 咱们还是要把这个浓淡对比 拉开 浓淡对比拉开啊 那我们这个技法呀 已经 已经讲解透了啊 已经讲解透了 那刚刚 有同学说 结一下我们的这个案例图 案例图啊 其实在血管那儿 血管老师那儿都有 案例图在我们这个血管老师那儿都有 你可以 你可以这样结一下 你也可以刻下去 去问血管老师要一下啊 好 那我们 本节课就已经结束了 本节课就已经结束了 没有接到的同学 可以问一下我们血管老师要一下啊 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一下老师 没有问题呢老师就下课了 那我们已经画完了呀 庚小白同学 这个是莫古画吗 是的 这就是我们莫古画 莫古画它主要就是通过水呀 才进来 怪不得 哈哈哈 不客气不客气 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陆续离开直播间了啊 那老师也下播了 再见 asp ap 我觉得 你有的时候 獄 有时候我